结合上一个视频的内容 本局又有新的变化 而且又有非常精彩的双击卡类杀法 这里分三种 尤其是在最后一种 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直接弃击卡中式 然后最终形成一个单击炮杀法 好 我们直接开局 红方当头炮 黑方顺炮应对 红上马 黑也上马 红抢先出直锯 很倦 黑方出直锯 红方穿攻而过 黑方这里是为了防止红风进去过来抓炮 选择了一个十六进五 看似比较稳妥 实则它这个阵型就是一个不太完善的 比较好的就是马二进三 或者说是先进锯 这样的话稍微稳妥一点 那这里走马二进三的话 就形成一个双阵马加马当头炮 那好 当前局面 红方直接进锯卡住 接下来品卷准备吃死马 选择马二进一 必让一手 兵九进一 挺兵至马 活动自己的马路 那走到这里我们有讲过前面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是居八进六准备平居吃兵鸭马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 今天我们依然看它第二个精彩的变化 炮二屏四 这里即缩小居的活动范围 第二准备迅速出居 那这里黑方马八进九 走到此局面下 红方采取了一个右提深入的变化 那么我们看接下来黑方直接平居量居 感觉这里吃炮 然后直接进炮 利用这个马给这个炮伸根 因为它这个巨再不出来的话 我们再来一个马九进八的话 这个巨又会被封锁 那前面一群我们讲了黑风 此局面下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是迅速把这个G二进四的话 走出来防止炮五平八 这里重炮打军 那第二个变化是G八进六 今天我们继续看它第二个变化 直接进去准备吃冰鸭马 那这里黑风鸿还是抢先的G九进一 抢先再次出狠距 第一个出狠距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因为这里有G九平四 平六也有G九平四 还有G九平二 这样的话这个巨出来的道路是非常的多的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横距的走法 那接下来黑风直接平均吃掉冰 那吃完之后呢 这里很明显 吃着这个马顺势平炮打G 这一打这个G就只能再回去了 那好顺势向三进五 这样的话就用这个右炮给左马生根的 好走到当前局面的之后呢 接下来是黑方刑期 前面很多局黑方都知道 他吃了一个亏 主要是因为我们红方双G都卡住他的内线 把他这个双向切断联系 而且他这个老将被卡了死死的 那本局啊 他这里采取了戏曲前方的教训 选择一个G七平六 这个目的就先守住自己的将们 同时也是他先站住一具一个内道 那这里看似的我们就没有G九平四的这样一个威力 实则我们还要G九平二 哎 这不起啊也是非常的绝妙 正好走到你空虚的左翼 同时这条道路是非常的畅通的 黑方这里平居站内的也是有一个目的 因为接下来他这里有足七进一啊 再往前冲啊就威胁我们这个马 那好走到这里之后呢 接下来黑方足七顺便是就足七进一 目的啊想挺足之马 那这里红方不理啊 直接再次进去先卡住项岩 这里这步骑啊就暗藏在这里 在后续啊有非常厉害的手段 那么我们看接下来黑方依然是再次进足 他想啊正好这个G在这里给这个足啊撞威 实在我们走到这里啊可以仔细啊先分析一下 如果说是我们在平时下起的时候 实战中的时候 这这样走的话 这样一个阵型呢基本上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我们可以怎么讲呢 后续的子力啊大子未出动 然而前方啊这是一个孤军深入 然后这个小族啊从这里一步两步走到两步起 影响其他子力的出动 反而我们挺完组之后呢 如果说选择跳马的话 这样的话稍微的局势啊能够占优一点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 当他挺足之后呢 接下来洪峰啊直接进兵 这里准备打足 把他这个足往下赶 心想呢如果说你下了之后 我们退炮打双 黑方直接进足 这里就威胁马 那好我们洪峰啊直接退军 退炮打军 这也是被黑方啊算计好的 你这里打军想打足的话 这里是打不到的 因为他这里可以啊直接中炮发出一将军 那这里江志军的话 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踩他 一踩完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交换 这样来说啊 对黑方来说他反而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前面我们可以看 他这个两个炮啊也不太好走开 这样交换完毕呢 反而他这个局啊占领了中路 同时他还有一个过河组 活动了自己的马路 接下来他还有啊 这个炮四平五 也有这样一个变化 好那么我们洪峰又该如何下手呢 走到这里之后看似的好像黑方捉着我们这个洪峰的炮 实则啊洪峰啊又来了一个右底深入的战术 直接进炮打马 这不起啊就走得比较豁然开朗了 让黑方啊有所不解 你这里一平炮打马的话 我平居的话这不是捉霜吗 或者说我先把马逃开呢 好此局面向呢就黑方啊就有三个演变 第一呢是马七进六逃马 第二个呢是直接居武平二 想的是你打我马的话我吃你炮 第三个变化呢是炮四进二 尤其是在第三个变化是显得最为诡异 而且最后是杀得最精彩的 好我们先看他马七进六的变化 那这样一走的话很明显的 这个底下呢就露空了 同时啊他这里左翼啊是显得非常的空虚 洪峰直接进去抓象 那他这里抓象的话 因为接下来一吃象的话一将军的话 这里就识别他这个炮就不保 那黑方现在想挽回子力的话 想的是我直接接下来我这个马逃走了之后 你这里目前没有杀 我先平居抓你双炮 你肯定要逃炮吧 实在在这里 洪峰抢先先吃掉象 这里一将军黑方退市 感觉好像接下来洪峰要退居一吃炮啊 同时把这个二路炮 八路炮也给罩住了 你这里无非就是吃掉一个炮 那这样的话我们吃掉一炮一项的话 稍微转了一个项占一点优势 实则在这里洪峰又走得非常的大的 直接平炮过来 这个炮不顾 因为平炮过来啊就是很简单的 有杀先看杀 你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 直接退去吃炮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退进去一吃试的话 这就有相当凶狠的沙发了 吃完尸的话 这个双峰就很容易形成双峰错 那这里也没有办法啊 黑方选择的适次进我 我先避让一手 同时称势保住这个炮 然后正好进炮 这里打中士 那现在呀 他这个中士也没办法保 如果说斥撑开的话 那我们直接进去下几将军的话 这就非常的厉害了 那这里黑方也没有办法 他选择了鞠而平寺 这步骑也是走得比较顽强 他心想的话 我这里平鞠过来抓你炮 你要是进炮打掉我黑炮的话 那我这里退去吃的话 吃完之后呢 这里给你对着鞠的话 相对而言能够减轻压力 实则在这里啊 同方不理会他 直接平炮打掉中士 你这里爱吃你就吃吧 那他选择的吃掉 那吃完之后呢 我们再次一平炮一闪开的话 那接下来这个棋就相当的厉害了 因为我们这里有平鞠过来 双鞠抢士 他也没有办法参与防守 只好选择了出鞠吧 那这里一出鞠的话 我们直接平鞠抓双 抓士的话就是个绝杀 他只好选择炮四退二 进行守住 实则这里守住也是来不及的 我们直接再进浸泡下底的话 接下来无论他怎么走 他这里是没有杀起的 我们直接平鞠砍掉士啊 就是双鞠错的绝杀 好我们继续看黑方啊 是第二个采取的策略 当在这里我们进炮打马的时候 他选择的平鞠过来抓我们双炮 想着直接跟我们交换 那好 红方直接打掉黑马 黑方直接吃完炮 那再次进鞠 就要吃这个底箱 因为这里一吃底箱的话 再结合这个炮啊 在这里就非常的厉害了 他也没有办法选择 直接平炮过来 这里心想 当我们直接吃相义将军的话 他好退炮防守 实在走到这步棋的话 也是一个必败局局面 我们将会形成双鞠错的杀法 以及平顶罐的杀法 好 当他吃完之后 那中向 这里一向没有 我们就可以直接平炮到中向的这个位置 来这里一将军 那他只能选择称士 其实这个士啊 称哪边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又有两个杀法 也可以啊 退局过来 即便是你这里退炮的话 也是白送 我们依然可以砍掉的话 这是一个平顶罐杀法 那么我们还可以走的简单一点 同样啊 可以啊 G6平4 双鞠抢炮 这样的话 同样是一个双鞠错的杀法 直接用这个三度G啊 G3平4的话 吃掉这个炮 同样是一个绝杀 好 我们继续再看第三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呢 在最后的杀法是比较少见 而且这个杀法是比较精彩 好 我们直接看他啊 选择的炮4进2 这是什么目的呢 你这里这个炮没根呢 你撑上来的话 是不是就送给我们洪方这个鞠吃掉呢 实在他是想采取一个和平的交换 如果说你退局吃炮的话 他平均过来捉双 毕竟呢 能吃掉一个 同时啊 这个项眼呢 也是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鞠一逃开了吧 就能够减轻对他这个老江的威胁 但是洪方啊 这里是不理会他 直接浸泡 这里目的很简单 这个炮啊 瞄准做个中组 而且影响他这个七路马 如果说马一旦跳起来的话 直接炮到中组一将军的话 基本上这个鞠啊 就黑方啊 就迅速会崩溃 那么我们看啊 黑方他现在啊 这个炮还在鞠口里边 正好他选择炮4平5 抢到一部先手 架起个当头炮 那接下来这里就有抽 抽局的鞠 那么我们再次先撑个试 好 G5平6 目的很简单 接下来下一步要出架 选择跟我们来一个铁门栓的沙发 那这里目前还没出架 虹方先不理 平居坐霜 那他好 先呢 抢先出一部架 有杀先看杀 那我们摆脱一下 那接下来他就在逃马了 选择马7进就 就跳起来 准备采取前方啊 进行攻杀 实在在这里是目前来说 没有杀起的 好 我们直接进去一将军 好 起来 那走到这里啊 骑友们是不是会发现 好像我们这个双卷 目前来说啊 没有其他子力的掩护 或者帮助的话 好像很难进攻下来 实则接下来这一步骑 一旦一走完之后呢 就会形成非常厉害的杀杖 那这里直接浸泡 接下来就有抽 抽子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看啊 黑方他接下来又该怎么走呢 他这里目前来说啊 感觉我们好像也抽不到他什么子 而是选择的直接 上马 并没有看到什么抽杀 或者说绝杀的起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冷门 比较少见的杀法 我们直接退去一将 他这里上和下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退回去 直接平去砍尸 这不起啊 就走的需要有一点胆量 而且需要考验 大家的这个残局杀法功力 你这里 接下来 无论是你炮打 鞠 还说是吃鞠的话 我们都是进鞠啊 我们可以看 你这里直接炮打的话 我们同样是进鞠一将军 你这里上来的话 就绝杀无解 这个炮啊 在这里起到了一箭封喉的作用 称式呢 效果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他能不能有办法 抢先杀 抢杀呢 唯独他选择的将一军 那好 这里将军的话 切切我们是不能进的 如果说一旦进来的话 他这里降在这里 直接千里赵将 铁门拽杀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 直接回马挡住的话 你顶多啊 再次平均过来 再降一下 我们再退下来 那接下来 你依然是解脱不了 我们这里杀呀 所以说 洪峰 采取这个 气局砍中式啊 这一部戏啊 也是非常的精彩 精彩绝妙 好 今天这个变化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气友们 觉得这个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发花弹幕 评论一下 在此也非常感谢 今天将为大家继续讲解 破解过攻炮 洪方 G2 进6的第二个精彩变化 好 我们直接走到开局 洪方 炮2 平6 黑方 炮8 平5 马2 进3 马8 进7 双方迅速出动 大子 G1 平2 G9 进8 走到这里就和前面 以往不同了 洪方 G2 进6 走成过河区 准备从我们的左路进攻 黑方依然是平均 跟住他这个过攻炮 这里目的很明显 也是破解过攻炮的核心招法 一旦他这个过攻炮 能够伸炮过来的话 威胁我们的攻顶线的话 对我们双马 以及双向 能够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那这里洪方 4 进5 先保一手 黑方 马2 进3 这在形成两个马 停封马 当头炮 破解他的过攻炮 那这里洪方直接平足 平均吃掉我们足 吃完足足 之后还威胁我们这个旧马 好 按照以往的策略 我们有两个思路 第一是炮武退役 第二个是足七进一 炮武退役 意在是平炮过来赶走他这个鞠 这样的话 活动自己的马路 同时还威胁对方的三路线 那这里谷普就走了 与以往不同的 直接左武进一 目的是想向中路盘头马 借助中炮的力量 从中路开始展开进攻 那这里洪峰啊 他提前嗅觉到的这个敏锐的思维 直接拼三进一 接下来当我们上马的时候 他直接马三进五 巨和马的话 亏是我们中路盘头马 那只好浸泡再防一手 好 那么走到这里就是今天的重点来了 破解中路盘头马 最重要的一点呢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也是我们破解连滑马的首要招法 就是直接断起马腿 断掉一马的话 他的马连滑马的威劣将减少80% 好 走到这里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洪峰就会发现 黑方的五路啊 中路啊 这个足马是个弱点 而且他这个锯啊 牵制住啊 索性的直接炮六平五 准备啊 从中路展开小小的进攻 那这里当他走完炮六平五的话 也是过攻炮 转变为当头炮的时候 他就敞开了的门户大开 直接G4进七 卡住向腰 这里前面我们提到过很多次 G4进七卡住向腰 这一步起啊 有三个作用 第一 威胁老帅 第二 切断三七路向的联系 第三 品鞠过来呀 还能够倒吃炮 进炮打马 那这里洪峰干 干脆赶紧马拔进酒 先避让一声 那好 黑方腾出手来 G1进2 迅速出动大子 这也是非常巧妙的一个策略 那走到当前局面 前面的 红方是 冰五进一 从中路展开进攻 那我们这里是马三 马五进三的话 就跳成一个向位马 红方得不尝试 本局我们直接看他 直接冰七进一 目的很简单 就不让我们这个马跳上来 那这里黑方是左五进一 从中路展开进攻 走左五进一 递不起啊 也是来势汹汹 因为你这里啊 目前来说不敢用炮打 如果是不敢用冰吃 如果说用冰吃的话 黑方直接浸泡打掉 打完之后啊 中路有炮 内道有居 铁门栓 迅速就能够形成 好 索性这里啊 红方 也 无可奈何啊 直接浸泡打掉 采取交换 打完之后呢 那黑方也是直接打掉 红方吃掉 好 走到当前局面之后呢 那这里黑方是有一点点威胁 因为红方接下来炮拔平五的话 就要威胁中路的这个马 那黑方直接马五进六 按照我们常规思维 可能是马五进四的话会稍微好点 这样的话 护注 护注我们这个三路走 同时这个二路炮还打着局 但是这样的话就直接会 让红方啊 直接进去吃掉底下 那么我们看马五进六的好处呢 是第一 引右红方平均过来吃足 而且还感觉能够吃到泡 实则在这里用了一个巧妙的吊虎离山 把红方这个锯啊 吊到我们有子力防守的左侧 而且他的右侧 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空虚的 没有什么防守子力 第一呢 我们不必顾及我们的右方 第二 我们可以跳马强攻 红方的右方 好 抓炮先避让一手 这里目的很简单 这部炮啊 也是准备平炮 中六来将军 这里一旦震住中路的话 那红方赶紧 要进行回防 那他这里索性的先平炮过来将军 黑方也是架起当头炮 给他震住 那这里一走的话 红方隐隐约约就会感觉到危机四伏了 因为中路有炮 内道有军 接下来我们军一平四的话 就是一个绝杀了 他索性赶紧集中升至 马九进气 想赶走这个军 然后我们退军 这里顺带抓一下马 红方也不忍心丢字啊 指了呢 马七进酒 走到这里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红方这个马啊 刚才好像是没有什么好的出路 反而他现在这里啊 马七进酒的话 好像是可以从这里来一下 在马九进八进行卧槽 或者挂脚 那黑方不理 居一平四 接下来就是一个杀起 红方赶紧飞下 这里很明显啊 我们现在双鞠 形成不了铁门栓 一击不成再生一击 鞠四平六 我们从他的空穴的右翼 开始展开进攻 那这里就很明显的 接下来我们跳马的话 就是一个绝杀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这里现在帅动不了 即便是你平鞠过来 我们依然是跳马 这里不就剃掉这个鞠 当你吃完鞠的时候呢 我们进去砍底式 就是一个绝杀 因为刚才老帅出不来 现在老帅是没有机会的 好 我们看一下古普这里 还有一个更加巧妙的 一个解脱的策略 那走到当权局面 接下来黑方跳马就是绝杀 他无可奈何的集中身制 选择那个兵武进一 这步起就走得比较巧妙 我们可以看 当你再次跳马的时候 他这里品鞠 品鞠一将军 那我们不管是称师 还是称相的话 他都有在宾四进一 把我们这个卷子给盖住 同时守住了他的内道线 好 那么我们看古普 当你红方走完兵武进一的时候 那这里先不理会 你不跳马 先撑个湿 先防住 那红方也没有办法 直接兵武平四 这里目的很简单 破解当头炮 内道局 铁门栓的话 核心招法就要砍掉 他这个当头炮 黑方吃掉 那红方赶紧平均 意在腾出手来 吃掉他这个炮 黑方直接跳马 就往前准备攻了 那接下来一步 进去砍底 是就是杀起 只能弃居宝帅了 退居吃掉炮 吃完之后 黑方吃掉 好 走到这里之后 同时接下来 红方避走之前 只能跳马了 因为接下来一跳足的话 这里黑方一拱足的话 就威胁他这个边马 赶紧跳出来 目的很简单 这里还威胁卧槽将军 那么现在 红方没有办 没有好的策略 黑方眼睁着 看着黑方 即将有好的攻势 那么我们可以看 黑方走到这里之后 红方是 古朴就没有演变下去 实则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黑方一旦出将的话 红方是招架不住的 你这里目前来说 还要 还只能赶紧逃居 而且这个居 只能离开底线 我们首先可以看 白痴你底下 底势的话 你是打他没有任何招法 你不敢退市吃马 这里禁居的话 就是将军抽居 所以说 赶紧把居走出来吧 好 那走出来 回马可踩炮 可对掉 但是这样的 对完之后呢 对红方来说吧 是 巧妙的战士化解 但是黑方依然有攻势 我们可以看 他可以退马 马六退七 也可以马四 马六退五 直接把中炮踩掉 你这里一吃完之后呢 再进行交换 把中向吃掉 好 走到这里之后呢 基本上 红方也是势均力敌的 因为接下来 只要一进居的话 下笔就是一个绝杀 你这里 帅啊 即便是平开的话 也是可以平去过来 这样的话 红方是没有半点还手之力 好 今天这个变化 虽然说比较少 但是啊 也巧妙的告诉大家 破解中路盘头马的 最重要一个核心招法 就是断旗马腿 好 今天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好 其他们好 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梅花浦 屏风马炮当头炮 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运子的技巧 关于马炮组合的一个运子 在这里啊 非常的精巧 而且让对方的这个局啊 是逃的 着急逃命 好 那么这里我们直接进入对局啊 红方啊 在很多局当中啊 都是以 当头炮 黑方啊 以 屏风马应对 好 行程至此啊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开局 红方当头炮 巡河局 黑方啊 以 屏风马应对 接下来对调七路的兵足 黑方 足七进一 红方啊 依然采取老套路 前居后炮 过来打马打底下 好 走马 他这里直接打掉底下一将军 打下将军的话 我们这里先撑个式 再次打掉底式 先采取啊 七升一个炮 换掉我们一式一下 摧毁我们的防御系统 后续啊 好 利于他的子力进攻 那么我们先吃掉炮 好 那么迅速啊 再上嘛 走到这里之后了 我们就必须得先上一个向了 如果有这里 旗友们如果有疑问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我前面的合集 针对于为什么上向 这一步起啊 介绍的非常的清楚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 黑方 红方啊 他前面有 上马 有平鞠 两种走法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便宜可占 那么本鞠啊 红方采取的稍微比较稳重的策略 依然是禁鞠 感觉迅速出动大子啊 是可以稍微好一点 有利于后续的进攻 好 那么这里 我们也鞠一平四 把鞠出出来 平鞠过来一将军 我们先回到中路来 好 接下来红方又有两种进攻的思路 主要是针对我们缺势少项 采取缺势怕双鞠这样一个策略 双鞠过来准备啊 卡内夺势 有鞠四啊 近 近七过来卡住 也有啊 这个近近四路鞠过来 准备啊 在这里提前埋伏 我们先看这个变化 好 那么这里我们黑方啊 直接走了一步啊 炮二平三 这里既盖住你这个鞠 另外呢 还打着打着底下 这里就看红方啊 如何应对 那么这里打底下的话 那么如果说他直接飞向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进鞠 过来抓炮抓嘛 因为中炮没有根 这里啊 被他自己的这个鞠给挡住了 所以说 他直接飞向的话 是滑不来的 会会迅速丢掉子力 好 那么飞向不行了 那我们就只能看他跳嘛 他如果说跳这里的话 我们直接吃掉了 他只能呢 马七进八 稍微啊 比较保守一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里啊 红方又该如何行骑呢 红方这一招骑走完之后 我们黑方又该如何行骑呢 那这里感觉好像我们可以退炮 这里进行打死局 但实在他这里进鞠过来 正好达到了红 红方的目的 双鞠啊 就都已经到位了 接下来有上马过来 以及啊 他这里进行中路的爆破 因为他中路一打完 打完足的话 我们这个马呀 这个马呀 跟他踩也不是 不踩也不是 所以说这里啊 正好会落入他的陷阱 好 那么我们黑方该如何行骑呢 比较好的就是直接平鞠 G8平6 谷普走到G8平6 这里跟你进行对鞠交换 缓解我们缺失怕双鞠的这样一个策略 好 那么这里如果说你跟我们直接进行交换的话 那么我们平降一吃 那你这个G啊 被目前的被锁在这里 而且我们现在多大死 那么红方啊 是必输无疑的 好 那么他比较好的策略 就是把这个G闪开 同时在这里闪G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他这个G啊 直接平到这个左边来的话 那么我们退炮就直接打死G了 所以说他这个G比较顽强的 就是刚才从这里G4平2 过来牵制住我们这个炮 如果说我们退炮的话 他就没有这个棋了 那么现在我们先升一部炮 升两部炮 进炮保住 那么针对现在进炮保住 红方又该如何走呢 他现在这个马在这里是比较危险的 荣业被我们禁锯抓 再一个我们这里还有禁锯啊 抓他这个三路马 他这个三路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所以说他比较保守的 就只能先进去看住这个马 好 接下来我们禁足过来 这里就让他非常的难办 如果说他这里进冰吃的话 好 那么我们先这里再进去抓一部马 他这个马走开之后 我们再退去抓他这个马 一旦这个马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走给大家先看一下 如果这个变化的话 我们先进去抓马 他这个马如果说回去防守的话 感觉又不太合适 那么他唯独如果跳开的话 我们进去抓他这个这个马 他就非常难走了 好 所以说在这里他比较好的 古普走的比较好的 就是平锯吃掉他这个足 吃完之后呢 那么我们直接 平炮 双炮过来打狙 前打狙 后打底下 那么他只好选择把这个闪开 闪开我们先打掉底下一将军 打完底下将军 他这里撑势 撑势的话 我们再次平炮过来 好 这里必须啊 他要挡住我们重炮绝杀 前面我们讲的他比较好的 也就只有平炮挡住 因为这里撑势 平锯过来 我们在上一局都给他介绍的 非常的清楚 这两种策略都是 都是不太合适的 好 那么这里我们就直接禁锯了 接下来准备出架 那么他这里选择先 退居易将军 因为如果说我们这里禁锯的话 准备出架 他平炮可以挡住 所以说这里他选择比较完全 先呢 退居 进行易将军 我们先退炮 好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他这个锯啊 也可以闪过来 再次可以选择吃马 前面我们讲过 他闪过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过来勾他这个炮 采取啊 进行反肩 反肩计一个杀法 好 那么本局我们看他直接先吃掉这个马 因为我们目前呢 他这个子料 我们如果说出架的话 他平炮挡住 我们这个炮抽不开 这个锯啊 在这里也没法将军 这样的话 就反而的话 让他白吃我们一子 好 接下来就是本局的重点了 看看我们黑方如何通过马炮技巧 破解红方的这个顽强手 顽强的防守 那么我们看啊 先直接先推马踩鞠 这里马踩着鞠 炮还打着鞠 你这个鞠啊 是不能在这个八路线上下走 只能平到这里 如果是吃炮的话 那你这里很明显的是一鞠换二的话 这个子力得不偿失 好 我们看谷普这里直接走了一个躲闪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马打鞠 好 这里我们看这一招非常的巧妙 利用我们前炮给后马伸根 再次利用这个三路炮打鞠 打到他这个鞠啊 只好再次逃跑 伸一步 那么接下来这里就平降而出了 好 之所以为什么这样走了 是因为现在平降出来的话 你这里就走不到这个平炮过来挡了 那么我们直接重炮就绝杀了 所以说这里刚才通过这几步运马技巧啊 马炮组合把红方这个鞠啊 是赶得连连败退 这也是马炮组合一个运子技巧 梅花谱在这里也展现出的这个马炮组合 非常的巧妙 好 今天这个非常精彩的对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各位旗友 前面很多局我们站在黑方后手的立场 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局左马盘河的精彩厉害棋局 那么从今天这一局开始起 我们将站在红方的立场 为大家继续阐述中炮应对左马盘河的精彩变化 我们快速走到棋局 红方当头炮 黑方上马 红方也上马 黑方抢先 挺足致马 红方出狙 黑方也出狙 进狙过河 前来压制 当然在这里啊 又旗友提出疑问 红方如果走G2近4 岂不是很好 那这个变化相对而言比较平稳 也是啊 当头炮巡河区比较稳扎稳打的一个走法 当然这个棋局的变化啊 在前面梅花浦 平方马破当头炮 介绍的非常详细 或者说局中密里面 应对当头炮也是有相应的策略 好我们继续回到主题 接下来黑方马二近三 形成双阵马 也是暗藏有左三近一 形成两头蛇 此时红方抢先兵器近一 提前活动马路 黑方前面我们介绍的有 G1近一的走法 那么本局这里 他采取一个马七近六 可以说这个就形成的左马盘河 非常有反弹力 它主要存在呀 足七近一 回马采取 进足吃兵 这样可以抢夺一个先手 当然你平局抓马的话 他顺势啊 马六近四 形成一定的威胁 那么在这里啊 红方 或许大家应对左马盘河的时候呢 遇到很多比较复杂的变化 难以琢磨 那么本局起啊 我们这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 守住巡河线 那么其实在这里啊 红方就稍微有一点失先呢 但是啊 比较稳重一点 接下来 黑方有几个走法呢 由马六近七 这个走法相对而言 能够巡河 走成呢 将来巡成一个河旗谱 当然呢 也有比较积极的足七近一 本局我们先为大家介绍 如何形成的双方敌我军事的情况下 如果说黑方上马踩掉 接下来 红方 抢先上马 那么其实黑方这里很想走 炮八平七 这里对前方的这个马 有一定的照应 将来上马踩炮 还有进炮打马 但是啊 这里他这个马走开之后呢 形成我们这个局啊 对他实行一个牵制 这时候黑方拘一进一 他的目的啊 其实有非常强大的作用 下一步起 既有居一平七 这里来照应这个小族 然后借助后方的力量 足七近一 打通啊 自己的七路线 同时也是啊 加强火力 当然也有居八近一 形成霸王居 将来啊 平炮 那么接下来 红方该如何应对呢 此时红方要抓准时机 炮八近一打马 把这个马赶走之后呢 他使得他来不及 平均过来 那么接下来 黑方也只能 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如果说退马回去的 我们顺势啊 平均顶马 黑方上马踩掉 红方飞向吃掉 吃完之后 接下来 黑方行骑 那么黑方在这里 走雷不起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 居八近一 为什么这样走呢 他的主要目的 炮八平七摆脱牵制 同时形成霸王居 那么红方这里啊 也是有一步好奇 炮八平七 瞄准三路线 此时黑方按照计划进行 那么现在对居 红方要不要跟他对呢 可以说啊 这里你不对的话 还稍微有点不妥 首先看起来 这里马踩着鞠啊 这里罩着这个鞠 但是他这里 可以抢先浸泡打马 那这样这个马 一旦打完之后呢 你再次吃他的鞠啊 反而落入了后手 所以说红方 干脆裹蛋进鞠吃掉 黑方平鞠对掉 对完之后 这里红方也有 马三进四的走法 当然也有比较 稳妥的走法 鞠九平八 这步骑相对而言 比马三进四啊 更加积极一点 因为你直接上马的话 看起来将来有 马四进六的话 威胁黑一方的三路马 但是黑一方顺势啊 马向三进五的话 那这里红方没有攻势 同时这个鞠啊 出子速度比较被动 所以说抢先出鞠的话 这里看起来是炮打着马呀 实则我进鞠吃了你这个炮 那么现在黑一方要不要把这个炮二平一走一下呢 实际上他如果说这样走吧 反倒不太合适 我们稍作推 如果说平炮敞开的话 那红方完全可以上马 接下来上马踩马 那么现在你要么要飞向呢 如果说飞向的话 那相对而言 红方的子力稍微舒展一点 同时这里进炮打掉足 红方两个马都比较活动 所以说在这里啊 黑一方就只好选择了进炮打掉马 相对于后手来说啊 他能够求和 也是一个不错的走法 此时红方进鞠吃掉炮 吃完之后 这里就很明显是双方啊 进行火力交换 黑一方平跳炮打掉马 红方平鞠吃掉马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呢 接下来这个棋局变化 相对而言 双方啊 敌我均等 同时 都是子力相差不多 那很容易就形成合棋 可以说啊 这也是当头炮 应对咄骂盘河 如果说啊 我们琢磨不透的话 退而求其次 寻求平稳的合棋走法 是必要的一个选择 好了 齐友们 今天这局啊 虽然说比较简单 也是我们可以啊 寻求的一个方法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将把 盘头马 红方跳相位马 最后变化的分支内容 给大家讲解完毕 当然呢 也给大家补充一个 齐友们提出来一个 比较好的走法 前面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直接快速进入 分支要点之处 红方冲兵 黑一方称势 红方起横居 黑一方禁足 品鞠站内锁住降门 同时啊 占领内道线 非常的有力度 黑方进炮 将来也不上马 红方采取先上马 盘头马的攻势 黑方上马 下不去准备打局 红方冲兵 品炮先打 品鞠走开 那这里要进攻 黑方先进足吃掉 红方冲兵 威胁黑方马 黑方上马交换 交换完毕之后呢 依然是黑方刑期 快速出局抓炮 红方品炮避让 此时黑方啊 白起当头炮 红方进局啊 吃掉足 更加直接先手抓着马 黑方进局守住 品鞠出来 在这里暗藏埋伏 将来下不去啊 进局卡炮 卡住马就抓着炮 黑方快速出局 当然呢 这也是黑方G2进六的 最后一个变化 下一局我们将为大家分享 黑方直接从中路 开始反击的变化 红方进局压马 准备吃炮 黑方品鞠吃掉兵 这里寻求交换 红方上马 向尾马 进口弓 退颗手 当然呢 在这里啊 有朋友们提出来一个 比较好的走法 经过推算呢 这个走法 后续啊 我也为大家分享出来 直接冲兵吃足的变化 那么在这里啊 接下来黑方要浸泡 压住红方这个局 此时红方上马 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呢 黑方一看 有机可陈 浸泡打掉 先手一将军 红方称势 接下来黑方行骑 物力要防止红方 跳马卧槽抽鞠 前面我们讲的很多 都是称势的变化 被红方一招回马金枪的话 一招三用 既吃足又抓炮 同时踩着鞠 可以说啊 黑方是 屡战屡败 这一局我们直接看它最后一个变化 降五平四 实际上这个走法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下 但是也给大家完善 红方依然是跳马 这里既握着槽 同时回踩着鞠 黑方这个鞠就比较尴尬 如果说退鞠 扛住马的话 进鞠吃掉 那马又守住了 那只好 出来 好了 走到这里 其实就非常的简单的 哄风一招退鞠的话 将来 品鞠就是抽杀 现在没有办法 你又不能挡 这里有炮 只能降四进一 品鞠一将军 仅此一步 好了 接下来在这里 相信齐友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基本上没有必要再继续往下发展的 品鞠一将军一抽鞠 要么品鞠挡 要么品鞠难 如果说品鞠挡的话 进鞠先吃掉 你现在吃我的炮 我吃你的炮 唯独炮打过去 打完之后呢 那我这里初帅 同时还吃着马 这个马还不敢跳开 因为有红炮的情况在的话 随时有品鞠砍士 将军带抽鞠 这个变化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同时啊 黑方一旦丢完鞠 已经没什么公式 好 我们这里还有第二个走法呢 当然呢 实际上这个效果 也是差不多 就是在这里品炮 红方吃完鞠 黑方进去吃完馅 那么在这里啊 看起来红方能够吃马 其实也是要为大家提到一点 稍微要注意一下 黑方有当头炮形成牵制 同时累到这个炮 还起到一个作用 红方既有进攻 同时黑方还利用红方这个炮 成为一个反作用 品鞠砍士就是个杀 所以说在这里啊 胜利在望的时候 可千万不能得意忘形 红方出帅 此时你就没有这个棋 他唯独就是浸泡打掉 那么打完之后呢 红方吃掉 这时候现在怎么走 品鞠吃掉一将军 此时上来 因为你吃不吃事的话 红方都有品鞠砍士 这里就是个杀棋 现在仅此一步 退居吃掉炮 好了 基本上这个变化 红方是锁定胜局 我们回到这个局面 有朋友在评论区提出一个走法 当前局面 黑方进炮 封锁红方区的时候 其决的走法都是上马 准备卧槽 带有一定的攻势 当然 朋友们提出走法 进兵吃掉中阻 采取中路进攻 实际上这个走法呢 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容易激怒黑方 因为现在红方 鞠码炮兵 四个大子 站立的位置 非常有优势 他炮走开的话 肯定不合适 直接给你打掉 红方飞巷吃掉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黑方比较好的走法 就是 鞠酒瓶八 形成一个牵制 做一个局 下一步起 瓶炮 闪击抽鞠 红方称势 那么好了 这里就形成 牵制的局面 虽说红方 还是占有优势 但是没有 当头炮的 这个威力的话 后续子俩 往前进攻 稍微延缓了几步 好 我们稍作返回点 那么在这里 实际上 黑方呢 我们也可以 继续往下 再发展一下 把前面的走法 也给大家再 复习一下 比如说 不出鞠的话 这里形成一个牵制 你鞠压着我马 封着鞠的话 那我在这里 也是鞠 鞠炮封制你的鞠 同时牵制你的鞠码 看起来很不错 实际上 虹风在此局面下 可以直接跳马 大胆气鞠 现在你敢不敢 吃这个鞠呢 如果说直接吃掉 跳马 卧槽 这里一将军 反抽鞠 倒是不会吃鞠的 仅此一步出将 进鞠吃炮的话 很明显 下一步杀起 你这里拦都拦不住 即便是现在 降四进一的话 将来一将军 再一反抽的话 这里鞠立刻被抽掉 那这个局面 虹风还是盛世在望 好 我们再次啊 往回反来一点 比如说在这里 如果说不吃这个鞠的话 因为虹风跳马的时候呢 准备将军 如果说不吃鞠的话 就必须得傻开了 此时红方 鞠二贫三 又会形成和前面相同的棋局 双鞠夺马 同时这个鞠啊 也杀出来了 所以说啊 综合各方面考虑 当前局面下 红方是盛世在望 好了 齐友们 今天的棋局内容啊 可能没有前面的精彩 但是也是 他完善了一个小分支 如果说齐友们 觉得还不错 欢迎呢 点赞评论区交流一下 咱们讲装炮盘头马 也讲了这么长时间 也希望齐友们呢 在评论区探讨一下自己的想法 好了 这个分支变化内容 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 各位齐友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极进中兵 精妙的棋局对异 可以说极进中兵 这个对局的走法 非常的体系庞大 而且他的对局也比较多 我们快速进入 昨天的棋局分界点之处 这时候 常规的走法都是 是平炮 红方平居 退炮 红方极进中兵 平炮 平居必让 选择城市 红方再次冲兵 黑方发起反击 红方上马 黑方再次进足 可以说足迹技衣 这个变化 相对而言 后续的精彩演绎 非常的多 也是极进中兵呢 他比较精妙的之处 那么接下来 走到这里之后呢 黑方主要意图 平足 准备吃马 进炮打底巷 红方抢先上马 黑方在这里 前面我们讲过了 这个三路马 他如果说退回去了 肯定是不划算 想保的话 也保不住 这里黑方有一个反击手段 就是居拔进拔 提前在这里埋伏 将来平足 既有炮打底巷 同时还有平居过来 既抓炮 又借助二路炮打马 可以说找回一点损失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接下来 红方行骑 红方在这里 很明显 选择了先稳步后方 此时如果说上马持的话 黑方立刻就平居过来 这个变化 显然黑方也不占便宜 走到这里 黑方的正招 显现出来的 就是向三近五 这也是黑方 比较顽强的一个对抗 红方上马吃掉马 黑方接下来 前面我们讲了上马的话 五步穿草马 显然是一个上当的走法 他比较好的走法 就是居一平三 先稳跪下自己后方的阵型 红方只好选择回马 这也是迫使红方 这个马退兵 退掉他进攻的威胁力度 接下来再次反击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 我们前面演绎了黑方 马七近五的变化 这个变化 显然黑方不占什么便宜 当然也有马七近八 形成一系列的五步穿草马 这里前面几局都介绍到 有提到这个变化 显然红方的走法 杀招非常的精彩 本局棋 我们继续看黑方 他比较顽强的走法 他又有居一三平四 当然还有平足 本局我们继续看他出贴身居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接下来红方行骑 红方又该怎么走呢 这里又是非常关键的点 红方在这里走了一步棋 显然非常的轻巧 四四近五 目的很明确 你这里将来就没有闪击打向 来个先手将军 接下来黑一方 他有几个进攻思路呢 比如说禁局 还是禁局底线呢 这里又得分两个变化了 首先我们看比较精彩的 居四近六 这一步棋很明确 即形成一个濒临线封锁 当然呢 也是将来败足 然后进炮 当然在这里 接下来红方选择平炮必让 目的 居九平八 想要快速出击 借助出击的先手抓炮 黑方平足 这里很明确 进炮要打底下 红方先不管 出击抓炮 那么这里很明显 你进炮打底下的话 这里显然单居炮没有攻杀 反而这个二入炮啊 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如果说炮二退一的话 急诊弹子炮 但是他就没有了进攻 那么在这里 黑一方选择进炮封锁 现在居炮组 三子一线 形成一个防守线 可以说深入红方的阵营 好了 接下来大家看看 如果说你是红方的话 这里只需要走一步 想能够破坏掉他的阵型 也是本局起比较关键的走法 选择兵九进一 进炮啊 就是来打一个串 此时黑方抢先下手 进炮先打掉相 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那么接下来 红方进炮打 现在很明确 你这个炮 平炮闪开的话 炮打掉局 走炮丢局 如果说退一炮的话 那显然这个炮丢了 炮走开的话 进局下底线的话 底线不保 那没有办法 黑一方在这里 采取了一个 弃子抢弓 心想这里 你平炮打局 我平炮打掉士 即破掉你的阵型 来一个先手将军 同时还反打着你这个局 看起来也挺不错 好了 本局棋就呈现出了 虹方走得非常精妙的一招 这一步棋啊 可以说鬼才思维 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 大家看看 品鞠 鞠四平二 直接来虎口献鞠 那么现在黑一方 怎么办呢 你如果说鞠品开的话 这里很明显 那他先炮打你的鞠 你这里就没有这个进攻的棋 鞠也不好躲在这个角落里 只好选择退鞠 先吃掉 因为你不吃 现在很明确啊 这里炮打着你的鞠 虹方平炮打掉 形成一个交换 实际上黑一方在这里 采取对鞠的话 他也是有一个顽强的想法 选择平炮到边路 接下来进鞠 这里是有一定的抽象 然而他这里选择平炮 实际上 我们返回来 这里他能不能逃炮呢 实际上现在黑一方 炮在鞠口 马在 虹方的马口 两个字啊 是必定会丢 如果说想保留实力的话 显然是不太实际 与其如此的话 还不如 弃子抢弓 那虹方进鞠吃掉炮 这时候 黑一方也是走的比较凶猛 进鞠果断一将军 虹方选择退市 接下来 如果说逃马的话 显然 这里啊 阵型上面 黑一方窥市的比较大 他就选择了进足 目的很明确 再次进足的话 平均砍底市 就是个杀棋 看起来很不错 实际上 在这里 黑一方啊 奇差一招 我们就看看 虹方如何快手入局呢 这里很明确 虹方他有几个走法 直接上马 吃掉马 现在黑一方该如何抉择 进足的话 是进攻准备绝杀 贫足吃炮 还有退市进行防守 首先我们看 进足进攻的变化 如此演绎的话 很明确 平均砍士 就是杀棋 但是虹方在这里 先人快手一步 进军一将军 只能退市 再次平兵一将 好了 这里很明显 他不能飞象 你这个象飞到哪里 都是平炮 重炮杀棋 也只能 四六进五 此时 平均砍士 这里正好 摆兵的话 形成了 前兵后炮 照应 前方这个局 形成典型的 铁门栓杀棋 所以说 这个走法 非常的顽强 而且 也非常的迅速 好 我们在这里 摆回来 我们依然 回到这个局形 那么显然 黑一方进攻的话 红方是快手 入局 那么他还有第二个思路 就贫足 吃掉炮 当然还有第三个思路 退市 如果说在这里贫足 吃掉炮的话 很明显 飞象 吃掉足 那这里 你即便是退居 回来抽的话 也只能抽到一个马 将来 子力 兑换完毕之后 红方是 狙马炮 黑一方是 单狙炮 显然是不够杀 红方啊 兵力 比较强盛 我们再次摆回来 那由此可见 进攻 不太沉溺 贫足 吃炮 也会落入败局 与其如此的话 先来一个退市防守 将来也好 四六进五 转换阵型 但是红方在这里 还是有 比较顽强的手段 那么此时 红方很明确 贫兵 这里一将军 那你吃炮的话 和先前的相差无异 飞象也不行 这里有重炮杀 只好选择四六进五 这也是转换阵型 防止 红方禁局底线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 又出现了神之一手 大家看看 站在红方的立场 如何快速入局呢 这里咱们就 直接走出来 上马踩着中势 可以说破市入局 是极尽中兵 非常精妙的残局手段 那么现在 你如果说再次进足的话 准备攻杀 但是红方这里 回马一将的话 就快人一步 这里很明确 这是一个典型的钓鱼马 把黑方老将 形成一个定位 现在炮江的军 向飞开的话 重炮杀 选择撑势的话 禁局底线 铁门栓杀 所以说在这里 非常的精妙 好 我们返回到这里 当然 在这个阵型变化之下 先前 当红方上马踩掉 中路这个势的时候 黑方他比较顽强的 就是贫族吃掉炮 当红方飞向吃掉族的时候 黑方称是吃掉马 这样的话 如此交换 黑方是采取一族 换得红方 一个马炮 显然还是比较划算的 但是接下来 大家也会发现 红方依然是狙马炮 包括前方这个兵 黑方是单狙炮 显然是攻杀无力 即便是你现在退局抽 也抽不到什么子 显然在这里 红方是一个圣局 由此可见 红方 急进中兵 这个阵型 可以说非常的精妙 而且杀法 手段攻杀林立 好了 企友们 今天的棋局 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 当你在下棋的时候 感觉没有机会 攻不进去 怎么办呢 今天将为大家介绍 没有机会 咱们也要想办法创造机会 好 我们直接走到开平 双方迅速开动大子 红方进局巡河 黑风跟住这个炮 红方保一手 黑方马二进三 这次形成的红方过攻炮巡河区 黑方以当头炮 贫风马来应对 红方依然是品居过来 准备吃足吃马 组五进一 红方吃掉这个足 下一步准备吃马 黑方 黑方 居一进二进行一个暗保 红方 居炮八挺七 准备强行吃马 那这里黑方先避让一手 好 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改变了以往的策略 以往都是居七平八 这里压着炮准备打底下 这很明显是一个 头中脚筋的走法 这局他依然是炮六平五 采取中落 一个是加强中度的防守 二一个对我们中落有一定的牵制 那这里当他走完之后呢 黑方抓住机会 居四进气 卡住向腰 向腰 同时这里有居四在平二 这里前居后炮 打敌马来将军 红方马发进九 必让一手 好 走到这里之后 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局了 双方的阵势都还不错 但是接下来黑方就率先发起了进攻 直接足五进一 短兵相接 红方炮五进二 打掉 这里也有 丁五进一的 但是本局 红方他采取炮五进二 打的话目的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心思 就是接下来炮五平九 这里准备打死局 很明显黑方是不给你这个机会的 直接进炮打马 好 走到前面之后 我们这里 红方有G7平八 准备弃马 采取底线进攻 第二个方法就是 马三退一 本局我们依然看他 马三退一的精彩变化 好 走到这里之后 那黑方得要解决这个炮的问题 索性的先退一步 因为现在你如果不退炮的话 不采取啊 这个炮逃走的方式 他这里有G7平八 G9平八 双距可以来夺你这个炮 那这里就和前面一局不一样了 红方呢 这里并没有选择啊 上马踩了 直接炮给你打掉 打掉你中炮了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那这里我们得注意啊 如果说现在我们炮打中兵的话 他这里是直接打回去了 所以说我们先把他这个炮吃掉 进行一个简单交换 那接下来红方啊 目的是为了再走一个炮七平五 这里准备啊 一个是中路炮 二一个是七路G 破掉我们连环码 那这里我们还得要注意一个小小的技巧了 感觉好像我们现在直接品炮打掉中左 好像能够把红方给震住 而且保护我们双马 实则当你打完之后呢 他这里在一个马一进三的话 踩着这个女炮 同时进行反击 那这样的话是得不偿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先把这个马跳起来 那这样的话他的马上不来 反而啊 接下来我们又直接打掉中兵 这样的话更加厉害一些 那很明显红方一看到这个鸡膜 赶紧把这个中兵先停起来 就避让了一声 那好 那这里我们直接打掉他的起 三路兵 这样也是未尝不可 好 走到这里之后呢 接下来如果说骑友们看到前面两局的变化呢 都会知道红方接下来应该最重要的一步骑 应该怎么走 那这里我们可以站在红方的角度考虑一下 如果黑方现在接下来要走一步骑 红方基本上就会落败 那就是直接炮七平五 把中路给震住 那一架上反架当头炮的话 那再来一个居一平四的话 那很明显的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铁门摔杀 所以说红方这里直接走了一个炮物静音 就防止你平炮到中路了 那接下来啊 这步骑看似是比较轻巧的避让 实则也为黑方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陷阱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现在大家是黑方走的话 可能十有八九的就会走这样一步骑 容易上当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上当的 直接上马 这里感觉好像是可以前踩马后踩炮 最重的一步骑可以打底下闷弓 实在当你走完这步骑 红方直接平均砍掉你这个七路足的话 你这里如果说打相的话 他上马给你踩掉的话 你踩马的话他吃炮 你吃炮他也吃炮 所以说这里啊 黑方是忙活半天占不到任何便宜 所以接下来这一步骑 那黑方应该是要仔细的考虑一下 那古普这里就走得非常的巧妙 直接拘四推二 这来抓炮 那抓炮的话 红方这一步骑就是比较难受的一步骑 因为这个炮如果说躲开的话 也直接被吃了退回去了 直接炮七平五 架一个当头炮 正好是刚才如黑方所愿 所以说他这里没有办法 只好采取跟你对抓 也抓着你的马 好那么此时啊 黑方的机会就来了 直接跳马 那刚才为什么不能够 反而现在是可以呢 因为现在如果说黑红方啊 直接平均吃掉足的话 那黑方吃炮 反而把这个炮啊给扛住了 即便是你吃掉这个马的话 他也是吃掉你这个一路嘛 这样的话非常的 一马换双子 那肯定是黑方划散 那这里他也没有办法了 索性呢 逃一步炮吧 进行这个死守 那这里黑方抓住机会 先吃掉他这个一路边马 好走到这里之后呢 接下来 还有吃点底下的危险 一旦这个底下被突破的话 那红方就非常的危险 索性呢 向其镜形成双向连环 那走到这里之后呢 该黑方刑起了 黑方那么接下来就要解决 这个七路马的问题了 足气静一 这样的话就必让了这样的一手 那现在啊 红方也没什么好去可走啊 只好选择了G9平坡 迅速啊 出动大子 那这里黑方也G1平4 也是出动大子 好 接下来啊 红方目前来说 感觉这个紫量 还是比较稳固的 选择了兵武进一 他走兵武进一 也是有一定的目的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兵呢 一旦能够过来突破的话 那对黑方的危险是非常大的 感觉好像走到这里之后 黑方好像是没什么好去可走 那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当你走到困境的时候 进攻不进去的 没有机会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要想办法制造机会 很明显 红方的这个九路马 是没有跟的 反而我们这个马 目前跳不起来 怎么办呢 直接浸泡打马 这里打马其实是一个假骑 目的是我们这个九路马 可以马八 马九回八 这样可以挂脚 卧槽将军 实在是起到这样一个目的 那红方现在这个马 也顺势逃一手 这里还踩着去 好 当下局面的时候 如果说是我们黑方行起的话 可能我们会顺势吃掉兵 还抓着他的马 但是古朴这里就走得 非常的高明 是这个局不顾了 直接来一个回马进枪 这部写 如果前面大家看过 86局和87局的话 肯定就会知道 这个局是不能吃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古朴 是直接把这个局吃掉 会有什么变化 当他一吃完的话 那基本上就可以缴械投降了 直接跳马一将军 那你这里如果说初帅的话 那好 直接进局吃嘛 你称师了 肇事不误 绝杀 所以说这里最为顽强的 只是退炮 那即便是你退炮了 也是炮打底下进行闷杀 所以说刚才这个局啊 在这里只是一个诱饵 虹方一旦上当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造成的 不可挽救的绝杀之势 好 我们继续回到当前局面 这里我们可以推荐一下 如果说虹方不跳马吃局的话 那这里会不会有缓和的余地呢 采取防守的话 我们可以看他比较顽强的就是退炮 提前退到这里了 那这里黑方依然能够跳马过来 那这里跳马的话 把你这个炮粘在这里了 那接下来依然是炮打底下闷攻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 红方又有两种策略 第一个呢是退炮 第二个呢是飞向 我们先看他退炮的变化 他这里是不能够成势的 因为如果成势的话 一旦炮打底下义将军的话 不管是你四四进五 还是帅五进一的话 都会打掉他这个八路局 很明显是不划算 好那这里啊 果弹采取退炮 那退市的话 依然是打掉底下义将军 那打完之后呢 你这里有起帅 有称势 我们先看他帅五进一的话 回马义将军也是一个绝杀 即便是你退炮党的话 双军过来义将军的话 同样是一招毙命 好那么我们再看他 这里将军的时候他称势 那好这里啊 正好黑方啊 居四就平八的话 那这样的话 既避开的你踩居 同时这也是居马炮 三次挥边的基本组合杀法 相信其用嘛 对于前面的居马炮 三次组合杀法的 都会有一定的功底的 好我们再看看 红方比较顽强的 他这里当我们跳马的时候 他飞边向的变化 那这里我们依然是直接退马 把这个边向吃掉 吃完之后呢 依然有暗藏 有这个炮七近二 底线闷弓 那他现在接下来就有 平炮或者是退炮 那我们首先看他平炮的变化 如果说这里平炮 那好我们平具 准备强行吃他这个象 那他这里现在这个象 也没办法飞开 我们可以看 如果说他直接向五 退三的话 我们依然挑马将军 这样打底线 打底下门弓 即便是他退居回去防守 那他这里向如果飞开的话 那我们直接浸泡 所以说他这里比较完全的 也只能退尸的 那退尸我们直接浸泡一将军 不管退尸还撑上都是浸泡一将军 那他只能呢 再次撑起来 那好我们再次平炮一甩边的话 那接下来这个起来就比较厉害了 再次再来一个居武平炮 那他这里抓炮 三子归边的一个沙发 那么即便是你这里啊 禁具的话 双居形成一个连防的话 当我们平具过来的话 你这里选择平具 进行的一个双居跟我们交换的话 那这里我们有跳马 这里一将军 你这里现在只能出来 出来的话我们平具 这里再一将军 这样的一个绝杀手法 好我们再看一下洪峰 他这里退炮的变化 这里明显的他不能够退一步啊 如果说退一步的话 那这里我们可以首先 依然是跳马一将军 那他只能呢再电回去 那我们再次平炮过来的话 那基本上他就是很难防守 即便是你这里平具过来呀 我们平炮下底的话 进炮下底一将军的话 你这个居然也只能退回去 进行防守 那这两个子啊 把你两个子全部给粘住了 那接下来有平具过来抓炮抓鞠 这都是非常得心应手的棋 这里又有一个巧妙的手法 我们看他多退两步 或者退两步三步的话 那这里一个巧妙的手法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 直接平炮打鞠 这步棋就走得非常的绝妙了 那这里打着鞠的话 洪峰怎么办呢 唯独也是称是吃掉 那这里就是今天的一个巧妙 上马一将军 那你接下来这个帅出不来 只能起来再次进居啊 就绝杀了 好 这个啊 刚才气泡 然后居马冷招的一个卧槽马杀法 这个绝变了招法 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精彩 好 今天的精彩曲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欢迎球们在评论区留言 再次也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